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研究是一个交易软件teater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研究报道就是说 95%的男生都会选择亚洲女生 亚洲女生得票率是最高的 给出什么原因吗 亚洲女生普遍在外国人的眼里当中就是比较白嫩嫩 然后有比较温柔 我觉得可能她白可能不太喜欢白 因为她们还是比较喜欢她 就是比较可爱吧 可爱的风格完全不跟她们一样 对对对 有优柔然后很温柔 很会照顾人 很会抹擦制衣 然后会做饭 对对对对 但孩子就是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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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钱 就她们也比较吃这一口 没错 那朋友还有你作为在法国那么多年了 你有没有什么很多被撩的经验啊什么的 被撩的经验还好 因为有的时候我是属于走路上是比较忍漠的人 然后有一些 有过就是说有些男生就真的非常的很热情 很热情 对 她们从来都不会吝啬对你的赞美 对啊 对 Gtree Tote bé 有一天我就当时我才多大才20岁嘛 当时就是刚刚下课 然后我就摘个完手机 一个男生其实这男生好像挺帅的 两样就很帅气 她走过来一批她说 我走过来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想要打扰你 就是你tere Magnifique 我当时就 需不还是有点小鹿乱撞 我就小鹿乱撞 我说 我说 谢谢你 然后那结果呢 然后结果他就说 他说 我不会打扰你太多时间 然后我说 就是这个是属于真诚在美 就是很真诚在美那一道 对 也遇到过就是 性骚老的 就是哦对 性骚老的后 有遇到过 就是在西班牙的时候 在巴黎道还好 在西班牙的时候 就是我上电机被摸屁股 就是那种色狼 就是色狼 然后我当时还跟我父母亲宰款 我跟我妈说 妈 那个男的摸屁股 哈哈哈哈 你妈又是警察 马上就是反那个就是 没有没有 我爸当时没有听到 我只是跟我妈说了 妈就说 那个人 赶紧往这边上走 往这边上走 就是我觉得我们亚洲人 在国外还是不敢 不敢太伸张 然后我就回头 死尽了 叮 再来一眼 然后我就 attention attention please 然后我就 就冲一网 所以我觉得 在外面就是女生 特别你不要害怕事情 我觉得有些时候 可能是仅仅的一个 这种眼光 就能够杀死他 没错 他可能觉得亚洲人 就是又打小啊 又很欺负 然后就不敢做事 那么 所以他就那么胆大妄为 我觉得真的应该是 就是恶杀在摇篮里面 没错 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好欺负的 没错 老娘 大姐的二人 我交胡的 我们那个打个电话 就一去黑社会 阿南哥 阿南哥 你知道我这个肤色比较黑的 这边比较受欢迎 就是开启了新的人生的道路 因为我在中国 也不算是属于受欢迎型的女生 然后就是很多打野招呼的 但是我也是那种 我就是一旦投入感情 就要很久 就是不喜欢就是玩一玩 多那种烂桃花 都被我一一扼杀在这个摇篮里 但是我遇到个最比较变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曾经是在里昂打工 当时也是刚刚出来没多久 自己也不懂 而且也是怂 就是不敢对 别说no 对 那个打工是一个越南的餐厅 那个老板和老板娘都是越南 和越南可能和中国人的那种混血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可能也就是一米五几吧 他老婆真的是 就是看他年轻觉得是村里一朵花的那种美 虽然老了但是特别有气质 那老的还色咪咪的 就是经常就是给我一些礼物呀 然后让我出去陪他吃饭的那种 你当时就get到点了嘛 然后但是你在屈居这种 你当时又需要赚钱 然后你又不敢说 我还是陪他出去吃过去撕饭 你会感觉到他说话这种撕咪咪的那种 就觉得我估计他就是太老了 但是他又有钱啊 就是想尝试一下年轻的这种肉体 所以当时我还是没过多久 我还是想辞职了 还遇到一次就是比较属于性骚扰的 当时我就是中午开车回家嘛 我是坐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然后我边边上就是一个干命里面 就是那种有三个 我觉得他们是东欧那边来 就是做建筑这方面的 然后当时我在开车的时候 就突然听到嘟嘟嘟 就是有人给我按喇叭 我转头一看一个男人 就在窗边的那个男人 他就把他的那个裤子脱了 然后把那个东西 把窗户摇下来 然后就给我开玩笑的那种 就这样的哦哦耶耶耶 就是兜你的这种 然后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他整个那个器官 就暴露在风中 然后那个毛毛还就在空中漂浮 我当时真是把我气死了 我当时就给他比了一个这个手指嘛 我的感受就是他可能看到我是个亚洲女性 然后觉得想觉得开个玩笑 好玩一点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要做女性 你只要是个女性 他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碰到了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米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你是否和我一样在国外 不能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呢 我算了一下 今年应该是我第八年 没有回家过年了 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想家 我前段时间看到那个 莎士佩奇那个视频 就非常有感触 我就在想要不要做一个视频 在春节送给留学生的爸妈们 所以如果你在国外或者是远离父母 你都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录一段大概一分钟左右的 想说给你父母的话 发送给我 我想把这些所有收到的视频 剪辑来做成一个视频 送给我们的爸妈们 那么我就期待你们的视频哦 好啦 那个这一集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小小的经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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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